中国国庭在经历国际拼连日本韩国亮战公开赛的溃败后,终于在澳大利亚公开赛上,重新包揽男女单打尖牌。 值得一提的是,国庭小将刘丁硕与紫阳等人正在茁壮成长,国庭更新换败,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除此之外,国庭还收获一众大喜事,根据忠心网的介绍,8月3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发布重要通知的第二届国际奥委会终身教练讲候选人选进行公示。 其中,冷行中国女排总教练,刘国良,孙海萍刘霞恩师,周继红中国游泳协会主席,张军国语教练顾武大名帅系数入选。 这其中,刘国良的入选对于中国国庭球迷来说,绝对是一件好消息。 而刘国良等武大名帅入选推荐名单,也是中国体盘的优衣喜事。 众所周知,国庭自去年在德国式拼赛凯旋后不久,国庭总教练刘国良就继续胸孔令婚后意外离任。 国庭随即陷入一段动荡交替时期,请至简,马林两大功勋教练也随后因故离开,国庭教练组重新洗牌。 而国庭男队在国际比赛上也开始遭遇全军覆灭的危机,从刘国良以平贤副主席的身份电话指挥班震动复仇德国奥加洛夫,在年终总决赛上重新夺回那块异议。 北半的南大金牌这件事来看,刘国良对国庭的意义之大可见一斑,而在年底的国家体育总职的春晚现场,刘国良受邀参加,并和林高远、丁宁等契律大徒再次见面,并在观众间。 正下,刘国良再次指挥球队进行训练,那一幕恍然若梦。 国际评论2017年终胜典公布的最佳教练不是刘国良,引发很多国庭球迷不满,但是这次国际奥委会的终身教练讲候选人名单中,中国体育总局热可了刘国良这些年为国庭做出的巨大贡献,让他和郎平这样德高望重的名帅一同入选,真正顺应了球迷的心意。 文章在刘国良的介绍中写道,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连续带队参加四届奥运会并取得优异成绩,为我国庭篷球项目,保持国际领先做出杰柱贡献。 可以说,是刘国良真正把国庭引领上一个新的独金高潮,实现了当日文师蔡振华,你一定要超越我的重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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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